其实火葬作为习俗由来已久 从石器时代开始 人们就会把尸体堆上柴火 点燃起来进行火葬 后来火葬的技术日趋先进 就出现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那种 类似搭建脚手架的方式 这呢会有利于温度向尸体传导 这种火堆的最高温度可达600至800摄氏度 但是就算是这样 温度还是很低 而且由于预风性差 导致温度也非常不稳定 这还是无法与现代的焚化炉相提定论 其实想把一具尸体完全烧掉 绝非易事 在上面讨论的那种情况下去烧掉一具尸体 需要好几个小时 甚至是好几天 而且这还很有可能烧不完全 比如说人的肌肉就不会燃烧的又快又彻底 而是会慢慢的烤熟和变形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韩国烤肉的场景 就跟烤肉慢慢弯曲变形的状态差不多 天哪 我以后都没有办法直视那些电视剧雷 里面的那种旧式火葬现场 简直就是大型烤肉现场 天哪 能想象那个空气中的味道 肯定也很香啊 露天烤肉 飘香万里 呃 说回到正题啦 在这个漫长的火化时间里 尸体最常见的动作 就是抬起手臂 头偏向一侧 做出一种类似于 想要挡住头部的动作 如果不清楚原理的人 可能会觉得死者一定是还没死透 这个动作呢 也是他痛苦的表达 但是真相并非如此 这啊 其实是法医上十分著名的 Pigitalistic Stunts 也就是拳击手姿势 这种姿势的出现 是因为全身被慢慢烤熟时 手臂的肌肉欲高温而收缩 所以四肢关节长成曲曲状 类似拳击手比赛中的防守状态 并且啊 尸体的手指会紧握成拳头 头部呢 也会略微倾斜 这种姿势不仅在火葬中 在严重烧伤者中也特别的常见 比如著名的速度与激情的演员 保罗沃克 他死于一场严重的车祸 在车辆撞毁后 他的汽车也发生了爆炸 而他的尸体 最终也呈现出拳击手姿势 表明他经历了怎样严重的烧伤 太惨了 只希望他能rest in peace了 除了保罗沃克 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案例 就是庞贝古城的遗体了 这座1900多年前的精致古城 一夕之间 已没在了茫茫的火山灰下 考古学家发现 很多被发现的庞贝人遗体 都呈现出一样的姿势 而这个姿势 正是上面说到的那个 由于高温导致的肌肉收缩 四肢全躯的拳击手姿态了 甚至考古学家还利用这个姿势 来判定这些庞贝人的死亡时间和原因 如果身体全躯 则应该是直接死于火山喷发的高温 如果肌肉放松 则可能是其他相关的原因 这估计就是死于火山喷发的早期了 我对庞贝城的末日也一直特别感兴趣 我们回头做一期单独讲解吧 这个例子也让我想起了恐龙的 death pose 就是说很多恐龙的化石都显示 这些恐龙在死前有着一样的姿势 就是头往后仰 嘴巴张开 并且尾巴也向后翘起 当然恐龙灭绝的原因 我们现在也不太清楚 但是我觉得很有可能恐龙呈现这种姿势 是因为他们的肌肉收缩吧 反正我不相信 它会是死后很久才造成的 这样看来他们的死很可能也是因为高温咯 诶 你别说还真有可能 所以现在我们知道 在火化时呢 尸体确实有可能会动 不过只在特定的情况下才会 这些特定的情况呢 例如需要死亡时间不是很长 最好还没有发生尸僵现象 同时火化的温度又相对较低 那么就有非常大的可能 看到尸体的各种动作了 当然这些动作可不止四肢全躯这么简单哦 甚至做起来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啊 这种事在古代应该是特别常见的了 想象一下 某个部落里最受敬重的一位老者突然死去 在村落中心的广场上 人们快速的为他搭建好了升天必备的高大木堆 尸体就会在这里焚烧数天 直至消失不见通向天国 就在那天晚上半夜起床上厕所的村民 分明看见了这位老者的尸体在动 一开始他举起双手仿佛在暗示着什么 突然他坐了起来 不知道是因为对人事的留恋 还是想诉说生前的不公 哎呀小黑 我咋在你写的稿子里读出了百年孤独的味道呢 是你最近读的不能自拔 还是也很百年孤独啊 好